欢迎来到小小浅读 讲述好故事 聆听月心情 收听前请订阅小铃铛 便于您及时收听最新故事 好啊 正好我们几个老头子就点饿了 咱们一块吃 我们也有点事情 想找个地好好商量一下 李二旦看到这几个老爷子 两手空空啥都没带 心中也有些不解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带着大家伙 往农家乐那边溜达着走了过去 坐定以后 董小刚立刻忙前忙后的去准备早饭 李二旦也想一块帮忙 就被几个老爷子给拉住了 二旦 这次我们过来其实是想和你商量 能不能把柳叶村和王家村这边打通之后 建成一个大型的度假山庄 村里的人我们也会安排好 如果大家愿意 甚至都可以在县城里面 专门建一个小区 这些老爷子也都是实在人 开门建山的 就很难只说了出来 李二旦听到这话的时候 眉头都不由地皱起 老爷子啥意思 要把我们所有人都给赶走 这哪里是赶走啊 是给你创造福利 昨天我一个人肯定办不到这件事 而我们几个老头子 昨天晚上合计了一下 觉得有一个提议 你肯定不同意 说话的是年纪最大的那个老者 头发都已经全白 李二旦脸上带着疑惑 并没有开口询问 他离开柳叶村 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但是他知道 这些人肯定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他倒是想听听能给出啥好处 只是给建一个小区可不够 罗生门是老赵这边最大的威胁 现在他们几乎是被老赵一夜之间 打了一个干干净净 也正在赶过来的路上 我们就想把柳叶村和王家村 这里用大型的镇法布置上 到时候以度假山庄的名义开起来 然后我们特殊科的人来负责经营 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人 更好地在这里修炼 当然这个钱是肯定不会少 一半还都会分给你们柳叶村的人 另一半就是二旦你的 听着这提议 李二旦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 几位老爷子 我在你们的分部 布置阵法不好吗 为什么要全集中在我这里 我感觉我们柳叶村活得挺自在 到了县城 反而有点不适应 赵天虎哈哈大笑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风尘仆仆 但那神色却是很亢奋 我来跟你解释吧 李二旦点了点头 等着赵天虎坐下之后 豪迈的话语也从他的口中传出来 最大的麻烦就是罗生门 因为他们有一个陆地神仙之境的老东西压住我们 才导致了我们束手束脚 而现在罗生门已经名存实亡 留下的一些小喽啰 根本不足为惧 所以我们准备把几个分部都联合在一起 将这里做成一个舞者的圣地 啥意思 老赵你说明白点 李二旦感觉 这些人目的可不小 赵天虎黑黑地笑了起来 我们特殊科向来以资源丰富出名 不过很多人依旧是不愿意加入我们 就是害怕跟着我们出生入死 可是二代你也知道 要是没有了我们这些人 都不知道咱们的地盘会有多少数字不清的麻烦 所以为了壮大我们的实力 就要把这里打造成灵气弥漫之地 你想啊 当初我第一次来你这里的时候 就把我惊得下巴都差点掉地上 我这一辈子不敢说是学富武车 但见识绝对比你眼界高 你这里意味着可以快速地突破 让自己的实力快速增加 舞者这辈子追求的就是境界的不断突破 有了这么好的地方 你说那些闲散的舞者 会不会迫不及待的就想加入我们 只要是人才够多 特殊科有着新鲜血液不断涌入 发展将会迈入一个快速的巅峰期 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计代价 要把这里打造为圣地的原因 听着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神色 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搞了半天 老赵你就是想忽悠那些咸云野鹤 加入你们 然后把我的地盘给占了 就把我给撵到县城里 赵天虎哭笑不得 二旦 你是啥心思我知道 就你这个小财迷 干啥都是冲着挣钱 以后你的发展肯定会往县城里面走 而且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在周围的村子里面包了那么多的 光在咱们县城买这些东西 能卖出几个钱 你应该出去走走 看看那些超级市场 从海外进口的一些蔬菜 那你们一小包就要好几百 比你卖的还要贵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 把这些东西直接卖到海外 难道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你的蔬菜瓜果 可比那些老外搞出来的东西好吃多了 他们就是打着一个绿色健康的噱头 而你这些蔬菜瓜果 可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而且我们占了你的地方 会给你非常大的补偿 以后只要是你的产业 遇到什么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可以无条件帮你解决 前提是你不能欺负人 还有这么好的是 李二旦眼睛陡然一亮 上次的时候刘姐就已经和她说过了 她总在柳叶村这里待着 也不是个事 就算是当甩手掌柜 有时候也得露露脸 大家伙都知道她刘兰箱背后 真的有老板 不是她一个人在撑着这么大的产业 那是当然了 我们几个老东西都在这里 谁要是以后敢欺负你 只要是你一句话 多几个老东西都可以帮你去揍他 也不相信还有谁能顶得住 我们这几个老东西的揍 几个老头子纷纷表态 就害怕李二旦不答应 这可是关系到他们特殊科未来的发展 李二旦心中在犹豫了片刻之后 这才说到 只要是村里的乡亲们愿意 反正我是没意见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负责去和村里面的人沟通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忽悠 大家一定会拿出足够的好处 毕竟你们村子的人 也不想世世代代都当农民 去了城市里面 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还会一直给钱 也不用他们再继续干活 这全部都是因为你的功劳 赵天虎脸上 已经是止不住地露出笑容 中午的时候 这件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 朝天虎也找了专门的人过来沟通 大家伙都集中在了大队 人人脸上带着喜色 不过到现在他们都没一个人 答应赵天虎给出的条件 只因为还有一个人没到 李二旦早就已经把家给收拾好了 他知道赵天虎办事雷厉风行 过来的时候 大家伙全是将目光看向了他 齐发财满脸笑容地 拍了拍李二旦的肩膀 你这小子终于过来了 大家伙都在等着你决定 要是你说搬 那咱们大家伙就跟着一块搬 虽然他们给开出来的条件非常好 让村里的人都是特别心动 可是俺们大家伙觉得 一切都是你带来的 要是你不愿意 俺们谁都不同意 不只是柳叶村的人 连王家村的人都来了 大伙都聚在了这里 等着李二旦的回答 赵天虎朝着李二旦眨眨眼睛 笑眯眯地坐在那里也不着急 李二旦看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人 之前老赵就已经和我说过了 咱们虽然在村里面发展得特别好 也有不少人想着办法 想往咱们村里挤 可是大家伙都知道 到啥时候 只要是咱们在村里一天 那就都算是泥腿子 去了城市里面 才能让大家伙以后不用像以前那样受苦 而且咱们不用劳累 还能分钱 这本来就是挺好的事 二旦 话不能这么说 到时候咱们不能继续种植了 万一他们哪天要是突然不给咱们钱了 那咱们可咋办 放心吧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 只要是他们用咱们村的一天 咱们村子就会收一天的钱 他们要是不给钱了 咱们就把村子给收回来 能接着种地 而且还白 赚了好几个房子 他们给咱们的补偿 可是多少地基 就有多大的房子 每平米还给一万块钱 众人早就知道了这个福利 这可是村里集体拆迁给大秦 这么好的事 大家伙其实早已经心动了 可他们真正想要回报的是李二旦 要不是由李二旦把村子发展起来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好事落在他们头上 我肯定是同意 大家伙要是愿意的话 就直接和老赵签合同吧 他也在县城里面安排了一个新建的小区 本来那是要卖的 不过全部都被他买了下来 为大家伙搬签用的房子 李二旦笑咪咪地说道 众人一听 李二旦都同意了 也都是签下了合同 也就是一天的时间 柳叶村基本上都已经搬空了 只有李二旦还留在这里 看着魏老板把大型机械开进来 推倒了那些普通的房子 这是要准备将整个村子 都按照九宫八卦的方式建起来 组成一个大型的聚邻阵 而这一切都需要李二旦亲自动手 好在他现在已经突破到了陆地神仙之境 想要布置更强的阵法也不难 而那些布置阵法的翡翠玉石 五行之经 都是由特殊科的人帮忙给准备 还多给了他一份 二旦 我可是给你送了两个大别墅 还打通了连接在一起 等啥时候有时间了 我就去你那里住着 我这僧女也就交给你了 你那里肯定比这里弄得灵气充足 你可得给留两个房间 要不是我再从中间给你穿线搭桥 你还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住呢 赵天虎厚着脸皮凑了过来 李二旦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老赵你过分了呀 我都把村子让给了你 你都欠了我那么大的人情 居然还想来我这占便宜 你信不信我生气了 就给你布置一个五行迷魂阵 让你们所有人都在这梦游 你小子咋就这么不识逗呢 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那啥 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女朋友 你看我的孙女咋样 赵天虎的话 差点让李二旦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老赵你脑袋被驴踢了 但是花钱太多受刺激了 李二旦转头瞪着赵天虎 嘿嘿 咱们是舞者 不能与传统的规矩来约束 我还有俩媳妇呢 更何况你小子现在都已经有了 陆地神仙的实力 这不是想要抱大腿吗 我这孙女挺好啊 你看长得多漂亮 而且很快就能突破到大宗师 能陪你一直白头到老 李二旦转身就跑 老赵不要连起来 连自己孙女都卖 现在这边只是用了两个村子 来建设特殊科兴中的圣地 他在其他村子包的地 还要继续种植 他要过去走一趟 安抚一下大家的心思 省得大家伙以为他得了钱就不干了 赵天虎看李二旦都不搭理他 只能是叹了一口气 看着从远处跑过来的孙女 手上居然还拿着吃的 苦笑道 宝贝孙女啊 爷爷算是尽力了 你这小傻丫头不能每天光想着吃 李二旦可不知道这边的事情 他已经是开车在 几个村子里面都跑了一圈 尤其是靠山村那边 也在那里和大家伙签了合同 租了不少地 这样一来 他也不用担心水果蔬菜断供 等到忙完那些事回来的时候 两个村子里面的地基 都已经打好了 将那些玉石翡翠 全部都做成了距林法镇的镇基 布置到了镇法当中 他和特殊科的合作也算是达成了 看了一眼村子里 李二旦开着车 直接去了县城 老赵送给他的两个别墅还没看呢 两家别墅是新开发的一个半山别墅小区 被老赵打通了 连在了一起 是整个别墅小区最大的房子 齐发财和齐小燕都已经把东西搬了进来 正在讨论那些种花的地方 要不要种一些蔬菜瓜果 这么一大片地啥都不种 那可就浪费了 二旦 你说这片地咱们把那花薅了 种上蔬菜瓜果多好 院子里的丫头居然说花好看 不想薅 齐发财手里还拿着锄头 老爹 以后你就享福吧 还种啥地 有我在这里 还怕你少了一口吃的 在其他村里面包的那些地 种植蔬菜瓜果 随便拿点过来 就吃不完了 以后你要是没事 就帮我往村子里面多跑跑 李二旦知道齐发财闲不住 干脆直接把村子里面的事 都交给了他 我能行吗 齐发财有些不自信 咋不能行了 他们知道你是我爹 应该会更加尊敬你 我昨天正好和靠山村的人 商量好了包地的事 也都签了合同 你就帮我多看着点 刘洁 把公司扩大了规模 以后我还得经常往公司跑 还得去学怎么管理公司 那才是咱们挣钱的大头 李二旦想到这事的时候 就感觉一阵子头疼 而这时候 他的手机也响起了 电话正是刘兰湘打过来的 二旦 你到城里了吗 我把定位给你发过去 这地方我都租下来了 以后就是咱们的公司大楼 等李二旦开车 来到刘兰湘所说的地方 看着那二十多层高的写字楼 忍不住地咽了一口下口水 怎么样 对 这个地方还满意吗 刘兰湘眼眸之中 还带着一抹小得意 之前李二旦根本就不顾问 公司发展的事 注册完公司 之后就当了一个甩手掌柜 把所有事都甩给了他 对于公司的发展 他也没有特意地去告诉李二旦 现在就是为了给这个家伙一个惊喜 李二旦杂巴了一下嘴 有些心疼地说道 刘姐 咱们租了这么大的一栋楼 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呀 你这个小坏蛋 你就不问问我 咱们赚了多少钱 刘兰湘翻了一个白眼 对这家伙杀风景的话 很不满意 赚了多少 李二旦以前还真没有具体去算过 想你们分钱的事 后来也都是刘兰湘 让专门的会计过来 里面有账本 你可以自己看 你给乡亲们分的那些钱都是少数 咱们把蔬菜瓜果用到县城之后 卖给那些经销商 就是外地的那些人 还有那个老外 你可是一个月给他们供应 十万斤的蔬菜瓜果 其中除了分出去的钱 咱们自己的消耗之外 还剩下七千多万 刘兰湘看着李二旦惊愕的模样 脸上的得意笑容 再也掩饰不住 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 和张东飞合作养殖的七彩山鸡 也能每月赚进千万 而且还有龙氏集团给你的专利费用 那升级护肤品卖的分成 你说说 你的公司医院能收入多少钱 弄这么一栋楼过分吗 李二旦眼珠一转 脸上已经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真是没想到 我原来已经这么有钱了 那刘姐 咱们现在的公司账户上有多少钱 说到这话的时候 刘兰湘突然是笑容微微地僵了一下 钱没了 傻 李二旦直接惊了 赚了那么多钱 咋都没了 咱们不需要发展呀 光窝在这么一个小县城里面 能有什么出息 而且现在 咱们在县城里面 还排不上号 你不看看人家龙氏集团 因为你的治疗癌症药物 还是成本价出售 就你知道当好人 把人家的名声给捧得那么高 现在龙氏集团药业收入 你知道有多少吗 刘兰湘有些埋怨的 看了一眼李二旦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看上龙瘾血了 要不然 怎么把这么大的好处给了人家 姐姐都已经说了 做你的人 你都不敢下手 你这有贼心没贼胆的小坏蛋 是不是想要把龙瘾血泡到手 用不用姐姐帮你 李二旦哭笑不得的挠了挠头 刘兰姐你就别笑话我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 咱们的公司能发展这么快 注册完了 以后我也没问过 要是早知道你这么厉害 我就直接把那药 放放在咱们自己手里了 不过龙大小姐人也不错 钱没少帮我 就当是我回报给人家的好处了 老祖宗都说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行了 我也没有怪你 那以后你好好的用点心就行了 别有点啥好处都往外送 你和赵海安合作的减肥药 准备啥时候给人家种植药材 人家说了想从咱们这里 直接采购药材 这样一来也没有中间商 你们可以赚得更多一些 听到这话 李二旦想了想之后 药材容易种植 到时候让我爹去 其他村里面打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再多包一些地回来 我们自己种植也能多赚一份钱 那行 这件事情我和你老丈人商量 进去看看咱们的公司 除了一厢楼酒店的那些老员工 其他员工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老板呢 你也是第一次来咱们公司 我带大家伙认识一下你 刘兰湘拉着李二旦 就准备往里走 李二旦已经想好了以后的发展 向现在的产业先稳固 在县城里面占据一席之地 只要是有机会 立刻就往外发展 大家伙都停一下手头的工作 再给大家伙介绍一个人 刘兰湘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了一层 虽然包下了二十多层的高楼 但是员工一共加起来 也就是一百多人 那么现在的发展正是高速期 还没有来得及招聘那么多人过来 所有人都是好奇地看着李二旦和刘兰湘 从开始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背后还有一个老板 可是那个老板就从来都没有露过面 一直都是刘总管理着整个公司 当他们看到李二旦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是低声议论起来 那个人看着好年轻 难道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哪个管理 可是那家伙看着也不像 一身衣服 就像是刚从山沟里面出来的人 说这个人不会是刘总的男朋友 长得那么帅气 笑起来又那么阳光 换成我肯定都想要倒追了 你少在那里翻花吃了 虽然看起来这小子很顺眼 但绝对不可能是刘总的男朋友 刘总是啥人 你们还不清楚 办事雷厉风行 从来都没有闹出过一点男女之间的新闻 不可能无声无息的 就多一个男朋友 这些话全部都传到了李二旦的耳中 而他一直是微笑看着众人 大家伙至少没什么人说过分的话 都是不少的漂亮小姑娘 反而是看她的眼神都有些异彩连连 刘兰湘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我给大家郑重介绍一下你们的老板 他姓李 以后大家伙叫他李董事长就行 以他的懒散性格 平时肯定不会一直在公司 但是大家伙一定要认识 底下的那些人 听到这话的时候都猛了 他们都猜李二旦的身份 是谁也没猜到 这居然就是背后的老板 看了一身衣服 都像是风尘仆仆的 刚从地里回来 要知道他们公司 现在创造的利润 那可是以台阶的方式向上增长 李二旦笑眯眯的 和大家伙打了一个招呼 大家也别叫我什么李董事长 直接叫我二旦就行了 既然咱们是一个公司的人 以后就是一家人 刘兰湘在旁边翻了一个白眼 你倒是当好人 大家伙都看到了 我这个老板没个正行 不过我可不是好说话的人 你们只要是做好了本职工作 或者开个玩笑什么的 我也不会在意 但是绝不能马虎大意犯错 否则又赏又罚 众人立刻使精若寒蝉 对刘兰湘的威名 那可是早已领教过 不过看到旁边笑咪咪的李二旦 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位新来的老板很和气 看起来比刘总要好 相处多了 可惜他们工作 都是和刘总对接 员工都不喜欢 刘兰湘的严厉苛刻 不过让他们管自己的大老板 叫做二旦 他们也不敢 这样的客套话也就听听得了 谁敢和老板称兄道弟的 刘兰湘带着李二旦 去了他的办公室 进门就给他吓了一跳 好家伙 这谁给我装修的 世界首富也不过如此啊 这办公室的面积相当大 整个一层楼三百多平米 都被打通成了李二旦的办公室 黑白色调的家具 豪华落地窗 房间设置休息室 豪华浴室 书房 餐厅 厨房 甚至还安装了一台钢琴 电脑也是特定的最高级配置 相钻的屏幕 一台就要几百万 而这都不是最要紧的 这办公室里面 装饰用的植物盆景 花朵 全都是用灵水灌溉 只要一滴 就可以让植物充满灵气 呼吸植物散发的气息 可以让人神清气爽 延年易寿 百病不生 这里因为这些植物 成立一个小小的灵气圣地 这很不错呀 是你安排的 我可没有这本事 刘兰湘笑道 是赵天虎设计的 他说了 怕你不舍得离开村子 就给弄一点纪念 李二旦心道 这家伙这么小气 竟然还舍得这么做 用了这么多灵水 岂不是要心疼死他了 正想着呢 就听到耳边光的一声 一个厚厚的文件夹 砸到了他的面前 你是老板 现在来的公司 要处理事情了 李二旦打开一看里面的文字 就忍不住头疼 你也知道 我没念过几年书 处理不明白这些 还是你来吧 我要走了 说着就往外走 老板 你不要走啊 这些可都是要紧的资料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账策 都在这里了 你不能不看看 不行 我看着这些头疼 他匆忙地出去 正好大门一开 外面进来了一个女人 直接和李二旦撞一起 起去了 对方疼得爱了一声 整个人往地上倒 李二旦赶紧出手一把拉住了 往自己这边一拽 女孩子就硬生生地 冲到李二旦的怀里去了 这是一个女孩 柳叶弯眉性和眼 肌肤雪白 长得那是相当漂亮 这身材也是一样的劲爆 一堆东西积压在她的心口 让人心里麻酥酥的 她穿了一条吊带小短裙 低头一看 真是春光无限 李二旦一下子就看呆了 小姑娘顶多二十 可是这也太成熟了吧 女孩抬头看着李二旦 眼泪汪汪的 好疼啊 李二旦这才发现 踩到人家的脚了 赶紧后退 不好意思啊 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的 是我不小心 她的声音甜甜娇娇的 媚眼如丝 一般男人看到了 简直是要飞声了 刘兰湘看着就哼了一声 男人果然嘟一样 走过去对女孩道 这里是我们老总的办公室 不是你随便可以进来的 你还是先出去吧 女孩赶紧道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才照过来的 我已经找了李二旦先生 很长时间了 也花了很多钱 去寻找你的消息 我求求你帮帮我 怎么了 她的还没说完 突然眼睛一翻 浑身哆嗦了一下 直接昏迷过去 刘兰湘吓了一跳 这是咋回事 她怎么突然就晕了 李二旦拉起了她的手腕 来感受了一下脉搏 明明一切正常 可是这女人 竟然晕死过去了 而且她的身上的温度 开始迅速地降低 一开始还正常 可是不过几分钟 她就开始浑身冰冷僵硬 先是四肢 已经像是木头的甲枝一样 根本动不了 肌肤也从刚才的雪白 慢慢地变成了 诡异的粉红色 嘴唇青子 像是心脏病患者一样 让人看到 就很不舒服 扒开眼睛 李二旦没怎么样 可是刘兰湘 惊叫一声 我的妈呀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眼睛 她的眼球 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像是两颗浑浊的红宝石 宝石本来应该是 晶莹璀 光彩夺目 可是这女孩的眼睛里面 都是混准的 像是漂浮着很多的灰尘 只会让人看了 觉得惊恐战力 她觉得周围都是一片漆黑 她自己也要坠入深渊 浑身战力发冷 不断地哆嗦着 好冷 好冷 李二旦按住她的肩膀 在她的眉心 用手指点了三下 羞羞羞 一阵强力的暖流 冲入了她的身体 刘兰湘这才恢复正常了 我刚才是怎么了 你刚才入了邪 唉 这是什么 李二旦道 这姑娘中了邪毒 普通人很容易会出事的 刚才 如果不是李二旦 把她体内的邪毒打出去 她不会活过今天晚上 不过这事太过吓人 所以就不和刘兰湘说了 刘兰湘紧张道 这姑娘 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罪人了吗 不一定 要么就是她被人暗害 要么就是来害人的 害人 啊 我明白了 是要害你吗 刚才看她眼睛的人 如果不是刘兰湘 而是李二旦 是不是就会倒霉了 想到刚才 刘兰湘一阵后怕 这女的 莫非是用自己当诱饵 来害人的吗 李二旦道 放心 她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没办法奈何我 只会对付普通人 到底咋回事 还是要叫醒她再说 真说着话呢 只听到了走廊外面 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 三四个黑衣人一前一后 直接冲了进来 这几个人态度很是野蛮 晃着膀子走进来 四面看看 几个人也不和李二旦打招呼 直接就要去抢人 李二旦抱起了女孩 冷冷地看着这些人 你们想干什么 土匪进门吗 小子 我们干什么 和你没关系 你把这女人交给我们 这件事忘了吧 说这有人去抓了 一个女孩的胳膊 想要把人抢回来 可是手刚刚靠近 就觉得手背上一阵刺痛 疼得她赶紧把手缩回来了 李二旦晃了晃手上的银针 你以为我的公司 是什么菜市场吗 你们想来就来就走 还敢从我怀里面抢人 老虎不发威 你拿我当病猫啊 我问你 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不想死就滚蛋 为首的人和身后的人一个眼神 大家群起而攻之 这么多人一起动手 我就不信你能对付得了 有人去打李二旦 有人去抓她怀里的女孩 好家伙 一个个的如狼似虎 刘兰箱看到有人拿着一把刀子 竟然趁乱要扎进李二旦的后背心 当时就惊叫起来 小心啊 有人要害你 放心 这几头烂算 还想对付我 真是做梦 李二旦一手抱着女孩 另一手的手指头上刷刷的洞 全都砸到了几个人的手背上 先是手指头疼得不断的抽搐 紧接就是半边身子疼得动弹不得 他们全都瘫软的坐在了地上 一个个的咬牙切齿 明明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了 可是竟然毫无办法 根本没办法 而那个想要动刀子的家伙 发出了一阵惨叫 他的手心被刀子直接戳进去了 穿透了 鲜血淋漓 他不断地惨叫着 手也在不断地抖动 李二旦道 竟然害到你李爷头上来了 别人也就是耍流氓 你小子还想要动刀子 你真是一个真小人啊 别人李二旦可以原谅 不过就是干活嘛 也不是很严重 可是这个动刀子的 李二旦绝对不原谅 他抓起了这家伙来 从肩膀开始往下抓 你要干什么啊 一阵阵地咯吱咯吱地 清脆声响之后 他光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晕死过去了 其他人都吓得不轻 脸色苍白 放心 我没有杀了他 我只是让他的经络断掉 他以后没办法用力了 这小子身材魁梧 力道十足 要是以后继续害人咋办 所以干脆直接把他的力道给废了 李二旦虽然说得非常的轻松 可是内行都知道 废掉对方的能力是多难的行动 此人果然厉害 李二旦把那把刀子修的一声 撇进了垃圾桶 笑眯眯地说 行了 你们现在全都给我滚出去吧 不然我在每个人身上 给你们多加一针 会直接搞废了你们的经脉 让你们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辈子摊在床上 不管有多少钱 也是白搭呀 这几个人额头都是冷汗 这个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是对手 还是赶紧跑吧 他们扶着墙壁 站起来一点点的后退 然后跑掉了 刘兰湘说道 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真的便宜他们了 很多问题都不知道呢 有道理 这女孩暂时也醒不过来 留一个问问话也是很好的 李二旦手上 随手一甩 手上的银针修的一声飞出去了 钉在了围手那人的脖子上面 这人哼了一声 趴在地上了 哥们请留步 我有话要和你说 其余的人就走吧 其他人虽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 可是谁也不敢管 自己还是赶紧跑吧 这小子不是一般人啊 犯不上因为别人丢了自己的性命 等到这些人走了 李二旦对刘兰相道 你去忙你的吧 我和他聊聊天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刘兰相有点紧张 不管这姑娘啊 她一直晕着呢 不必 医院时就不了她的 你放心 我在这里 她就死不了 李二旦说道 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人 我懂 李二旦道 我的公司既然来到城里了 就要和城里公司来往 扩展我的生意 刘兰相点点头头 大步地走出去了 李二旦踹了一脚那个男人 这人哆嗦了一下 睁开眼睛惊恐地看着李二旦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家先生可是很厉害的 你小心被整死 别废话了 赶紧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也给我说明白了 李二旦看看手表 你的体内的七经八脉已经被我全都封住了 半小时之内我不给你解开 你就必死无疑了 经脉爆炸 七窍流泄 你死得会很惨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没 还有二十九分钟 再废话下去 你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家伙额头冷汗层层 还是说了 我们是来找我们少爷的未婚妻的 就是刚才那个女的 这娘们害人 一旦开口 就像是开闸的洪水一样 就会哗哗地往外说了 他告诉了李奇说道 我说就是了 这女的是罗家的女人 是抵债嫁给我们孙家的 结果订婚典礼上面 他竟然差点害死我们家少爷 他就跑掉了 我们是来抓他回去的 这女人叫做罗小小 他果然是肿了胁毒 不过并不是被人害的 而是自愿得到 他去了邪灵腹地 吸取了邪灵毒气 让毒性蔓延全身 他就成了一个灵毒的培养敏 订婚典礼上 他就把毒性传给了未婚夫 未婚夫当时就大吐血 指都指不住 他就趁乱逃走了 我们家找到了治病的大师 为的就是把罗小小抓回去 用他的血来炼制解药 不然我们家少爷十天之内 必然会死的 李二旦道 你们两家有仇吧 不然的话 这女人也不会付出这么多 就为了你们家少爷死了 到底干什么缺的事了 非要让人如此对待你们 那人为难地笑了笑道 我们手下人 也不好说什么 我只能说 两家在生意场上 有很多的矛盾 已经相斗了十几年了 这一次是罗家被孙家打败 罗家现在是负债累累 孙家提出来两家合营 帮忙还清贷款 为表诚意 还让两家孩子联姻了 李二旦心道 城里人还真是会玩 说是两家合营 其实不就是吞并吗 罗家要奉献出公司的股份和管理权 从老板变成打工的 还要把自家的女儿交出去 罗家能愿意答应 真的是做的坏事太多 还想要当好人 那人继续说 罗家人答应得好好的 谁知道罗小小竟然在婚礼上 做出这样的事情 现在两家是剑拔弩张 而公司的合营也要泡汤了 恐怕下一步 罗家欠了银行的钱还不上 就得破产了 但是我们家先生的意思还是 要继续合并 只要他治好我们的少爷 一切都倒没发生过的 我们得把罗小小给带走 不安的话 我们家少爷一定会出事的 李二旦道 罗小小的家人怎么样了 他们的生意失败的时候 就已经双双自杀 现在罗家只剩下一个罗小小了 他以为他的父母 使我们家先生逼迫的 可是其实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有赢有输 他们玩不起自杀了 也不能怪到孙家呀 罗家在生意场上彻底败北了 但是显然罗家并不愿意当奴才 索性来了一个鱼死网破 是吗 什么生意的 两家都是做药品生意的 两家公司几年都在推广一种口服液 这种口服液有一种抗癌的物质 可以让癌症病人的身体 得到很大的治愈 骨癌和肺癌患者效果尤其有效 另外还可以让老人延长寿命 这个药物一旦上市 是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的 李二旦皱眉道 不是吧 两家研制一样的东西 同样的时间 摆明了是有人盗窃了对方的技术 就是D 两边的药物几乎是同一时间申请了专利 并且互相指责对方 剽窃对方的医药技术 和挖墙脚对方的科研人员 后来两家开始打官司 罗家的一个研究院反水 供出来是偷窃的孙家的资料 致使罗家彻底的输了官司 面临着巨额赔偿 而且已经生产出来的口服液 也只能封存在厂子里面 一直到保质期到期了 也没办法卖出去一瓶 而孙家却赚了一大笔 但是我并不知道 这个专利到底是属于谁的呀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现在知道的已经全说了 求你帮帮忙吧 我不想死啊 这小子一边说话 一边看着手表呢 他很担心超过三十分钟 自己就必死无疑了 李二旦看着他 行吧 你回去告诉孙家 这女人现在有生命危险 我得救人 会把人送回去的 到时候你们再好好地谈谈 可是你 我叫做李二旦 在本地虽然不是什么名人 可是也不是一点名气没有 赶紧去吧 你们老大不答应 就过来找我 反正我们的公司在这里也跑不了 这人想想也是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还跑了你吗 他陪笑道 那你能不能给我扎针 李二旦手上的银针 刷刷连细两针 扎在他的眉心上面 这家伙只觉得眼前像是被人打了一拳 本来浑痛不清的视线 瞬间变得无比清晰 疼痛感也迅速消失了 他惊喜地说道 不疼了 把你的经脉给打通了 可不就好了 赶紧走吧 是 大师 你真的好厉害呀 那我先走了 这小子跑了 心道 一定要赶紧告诉老大 才行 罗家来了一个超级帮手啊 李二旦又去看罗小小的眼睛 发现他的眼里的浑浊越来越严重 身体中的邪毒 已经有些难以控制 他的呼吸的气息都带着微弱的毒性 周围的人要是被影响到了 就会像是刚才的流浪箱一样 此时罗小小开始毒发 他的手脚一直在轻轻地抖动着 喉咙里面也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身子的体温开始急速地下降 李二旦叹了口气 好好的一个大美女 何必要如此自我折磨 这事还真是难办 他把这姑娘放到沙发上 解开了他的衣服 他的心口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紫红色痕迹 在白皙的肌肤映衬之下 看起来格外的诡异 有点像是纹在身上的一只蝴蝶 李二旦在他的几处重要的经脉上面落针 不让女孩的邪毒继续蔓延下去 可是他手心里面的力道注入他的身体的时候 明显地感受到了一股反抗的力道 两种力道直接打在一起 罗小小腾地哼了一声 不断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太痛哭了 真是棘手啊 我来试试看 李二旦可不想把他害死了 只能改变方法 用手按住他的小腹 想要把毒给引逗出来 可是他试了几次 却只能放弃了 这里面的邪毒 竟然像是会玩捉迷藏一样的到处乱窜 根本没办法吸引出来 而且还会往他的心脏部位乱窜 要是李二旦用的力道太大了 可能会对女孩的脏气有很大的损伤 到时候就算是邪毒被打出来 可能人也要没命了 这姑娘到底是怎么弄的 修炼的是什么东西 暂时只能算了 李二旦开始把他的邪灵制毒 暂时封存在他的丹田当中 这是非常耗费体力的一种工作 不多时 李二旦就浑身冒汗了 这一个过程中 他不小心看到了他的肌肤 他的眼睛闪烁着 尽量让自己非礼物事 可是无奈春光无限好 还是忍不住地看到了 而且这一看 就再也没办法把眼神移开了 这太漂亮了 而罗小小这时候睁开了眼睛 就看到他正在看着自己 而且他的衣衫全都被打开了 他惊叫着推开了李二旦 大声喊道 臭流氓 你想干什么 他从腰间抓出来了一把匕首 对准了李二旦就扎过来了 李二旦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把刀子甩飞出去 无奈地说道 你呀 还真是恩将仇报 我刚才救了你的命 你的眼睛现在暂时已经好了 罗小小眨了眨眼睛 似乎是想起来了 他马上和山衣服 起身对李二旦道谢 多谢你了 刚才你帮忙把坏人给赶走吗 是的 我也知道了一些事情 你家和孙家有仇 罗小小的眼泪掉下来了 低着头哽咽说道 我父母都被他们害死了 他们盗窃了我们家的药方 还是用计策坑的我们家的药 没办法卖出去 现在我们家的生意一塌糊涂 爸妈活不下去 还要还贷款 他们想不开就死了 所以你就出卖了自己 用邪灵之术去害人 我没办法 我为了给父母报仇 做什么都行 我不后悔 李二旦道 可是丫头啊 你被人利用了 你知道不 修炼的毒性 长时间会把你整个人都吞噬 对方并不是为了真心帮你报仇 而是为了得到你的灵血 你的体质真的是极品 等到你体内的邪毒 再酝酿一段时间 就到了对方收割的时候了 你会被放血到了浴缸里面 让对方修炼 成为一个邪魔大师 你就白死了 罗小小一脸的难以置信 不会的 教我这么做的人 明明是我的师父 他对我一直很好 他警惕地看着李二旦 我知道了 你故意地把仇恨全都转移给我师父的身上 你是被孙家收买了吗 我师父说你很正直 又在商界展露头角 让我来找你的 可是他看错人了 他对你说的都是好话也信任你的能力 可是你却是彻头彻尾的小人 竟然污蔑他 我是今天才搬到这里来的 你师父对我的事情倒是知道得很清楚啊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仅剩下来的家产全都给你师父了 事又如何 我不能让孙家占便宜 傻姑娘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自己之外 不应该相信任何人 那怕是你爹妈 这都不懂吗 你也不小了 还是做生意的人家 这点道理都不懂 罗小小听他继续污蔑自己的师父 更生气了 这意思就是说 师父想要害死他 得到他家剩余的家产 他怒不可遏 抬手就打 可是李二旦却站起来了 行了 好人做到底吧 我既然已经决定了 要帮你了 就帮到底咋地 也让你活下来 走不走 罗小小想了想到 走就走 我一定会给师父找回清白的 行 咱们看看你师父咋说的 两人一起离开了公司 临走前里 二代要和刘湘岚说一声 他就挺不乐意的 你呀 不要因为一个漂亮小姑娘 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顾了 我们的公司那么多事呢 你还有心思管别的 你不懂 李二旦道 我对他说的那个 什么治疗癌症的药物很感兴趣 我呢 虽然现在有点名气了 生意也做起来了 但是 想要更快速地进入资本市场 还是有点难 这位罗小小家里的药方 也许可以成为我做生意的开始 当然了 也不排除这个女人好看 我想帮帮她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这女人的父母都被害死了 不能不管啊 刘湘岚道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过我们这么多人都指望你吃饭呢 你可得好好的回来 这话说的 我就是去帮个忙 还能一命呜呼啊 放心 我不光不能 罗小小家虽然出了那么多事 她依然开着很不错的车 穿的衣服也都是名牌 正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一路上她都沉默地开车 对李二旦可以说是非常不信任 也没啥好感 李二旦开始闭目养神 突然 她耳边开始响起了嗡嗡的声响 一开始以为是听错了 可是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就在罗小小停好车要下车的时候 李二旦突然开始到处翻找起来 她吓了一跳 你要做什么 李二旦说道 找了一路了 确定就在你的车上 你的车子里面被人安装了监视器 我找出来吧 说话之间 李二旦从车座位后面抓出来了一样东西 但是并不是监视器 而是一条蛇 这条蛇也就不到二尺长 非常细 身体通红 眼睛也是红色的 被抓住了脖子 丝丝地吐着蛇杏子 几次都要碰到李二旦了 罗小小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这是什么呀 有人要害死我 李二旦用力捏住蛇身 她的嘴里吐出来一个紫红色的小东西 李二旦抓住了那个东西之后 就直接把这东西甩出去 落到了十几米外的护城河里去 动作非常的迅速 这蛇的样子挺吓人的 可是无毒 只是喜欢藏在阴暗的地方 所以我不会杀了他 蛇的身体里面 被人撞了监视用的发射器 你去什么地方 在车上说的什么话 都会一五一时地被对方听到 对方很奸诈嘛 谁胆子再大 也不可能有胆子去查一条蛇 就算被发现了 也只会以为是意外 加上蛇皮厚重 用专门的监控扫描器 也发现不了 你觉得是谁做的 其实要是藏着一个监控 可以选择东西很多 可是偏偏对方竟然选择小蛇 藏起来 也是牛逼哄哄 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的 罗小小道 这里就是孙家的大厦了 你又想怪我师父了吧 挑拨离间的话 我不会信 他说着大不往里走 一定要调查出来真相才行 李二旦道 我担保你师父一定会原形毕露的 你敢不敢和我赌 你要输了 就抱着我亲一口 叫三生好哥哥 要是你赢了 我亲你一口 叫你好妹妹 呸 要是你输了 把眼睛挖出来 我让你随便污蔑我的老师 行啊 没问题 你要是输了 一定要亲我 叫我好哥哥的 不准抵赖 咱们成交 李二旦竟然如此简单的就答应了 这倒是让罗小小没想到 他也不想露窃 和李二旦几张三下 他啪啪 直接形成了联盟 然后 两人一起去了孙家的公司 这座大厦是一个中古的建筑 十多年的时间了 但是依然可以看出来 当年这个大厦一开始在使用的时候 是多么的繁华 不过这两人谁也没心情看豪华外观 一起往里面走 李二旦和他一起进入电梯 去找孙家的领头人 叫做孙东昌 电梯上升的时候 罗小小突然浑身发抖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冷 这个地方不像是你的办公室那样的感觉 让人非常不舒服 李二旦道 我的办公室有灵水灌带的植物 人节地灵 对你这样的受伤人士 是最好的养伤之地 和这里当然完全不一样 哦 你可以帮我把体内的邪毒排出去码吗 还是 我会死 电梯门直接打开 李二旦往里走 越走越可以感受到了一股阴森之气 我既然已经和你打了赌 就会救你 只是我要知道对方 打入你身体里面的是什么邪毒 一会千万要小心 这里面的阴森之气越来越大了 看来有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在门里面 不用李二旦说 他现在已经很不舒服了 丹田里面的一股隐寒之气 不断地往外冲 疼得他的腰直不起来了 李二旦看着他的情况不对劲 赶紧拉住他的手腕 一股热流 直接冲到他的他身体里面去了 他的疼痛感觉瞬间少了 急速地喘息着 他看看李二旦 心道 不管盛世好人 反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李二旦摸摸自己的头发 你看我干啥 盛世发现我是一个大帅哥 罗小小装作听不到 大步地往前走 两人走到了办公室门口 李二旦也不敲门 直接推开走了进去 而在门打开的瞬间 不光是罗小小 李二旦也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 曹 这里是什么状况 阴气逼人啊 你跟着我呀 不要离开我太远了 这房间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西装革履 正在打电话 另外一个是穿着中式衣服的老头 手上拿着一串佛珠 闭目养神 这个老头听到声音 耳朵动了动 回头看过来 眼神锐利 眼神仿佛是一把利刃一样 不过他没话 继续闭上眼睛了 李二旦道 还挺能装逼的 这人是谁呀 你见过吗 罗小小摇头 不知道 但是靠近这个人 我非常不舒服 李二旦动了动鼻子 嗯 一身的药味 是个名医 不是说他儿子倒霉了吗 也有可能是找到了一个神医吧 不过这人怎么看着这么邪性呢 你想什么呢 你看这老头手上的佛珠 不仔细看 就是一船十八颗的珠子 可是仔细看 却发现这里面的佛珠 都雕刻成了骷髅的形状 够斜的 罗小小惊讶地张了张嘴 看向了那人的手串 也很紧张 这什么人啊 似乎是感受到了 有人在盯着自己 那个老头睁开眼睛 你们是谁 我是李二旦 你好 李二旦笑嘻嘻地说道 我瞅着老爷子 您真是帅气呀 我和我媳妇在表扬你呢 老头道 孙东昌 你不管吗 你想要和我单独说话 结果就让这俩人进来了 孙东昌挂断了电话 看到罗小小来了 顿时愤怒地瞪大了眼睛 罗小小也冷冷地看着他 贱人 你把我儿子害得那么惨 现在还医院呆着呢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你还敢来 我恨不能吃了你肉 喝你的血 说着就冲过去了 李二旦赶紧拦住了他 别借呀 我们好好谈谈 我寻思着有什么误会需要解决呀 不要打呀 孙东昌根本不理会李二旦 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家伙 他用力一撞 继续攻击罗小小 可是万万没想到 他不光没有撞开李二旦 反而自己像是撞到铁墙上一样 嗖的一声直接弹回来了 躺倒在了沙发上 他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直接憋死过去了 李二旦说道 嘖嘖 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过了 咱们好好说话 何必要上来就打人呢 你到底是谁 我说过了我叫做李二旦 你咋记性还不好呢 孙东昌根本不认识 可是那个拿着佛珠的老头听了 马上瞪大眼睛 你是那个李二旦 怎么 你老人家认识我 李二旦笑呵呵地看着他 心里却开始警惕起来了 莫非他是罗生门的人吗 这老头不说话 猛然动手了 手上的那串佛珠 直接甩向了李二旦的方向 刺破空气 发出了羞的一声 而且随之而来的 是一种剧烈的含义 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这猪串不一般啊 他灵活地躲过去了 可是身边的罗小小 就比较倒霉了 正好猪串扫过他的耳朵 又飞回去了 他只觉得一阵剧痛 竟然直接晕过去了 李二旦叫了一声 你没事吧 想要过去看看他 可是无奈 老头子不肯放过他 手上的猪串直接飞起来了 像是一把匕首一样 直接在李二旦身边飞来飞去 周围的空气 都似乎降低了好几度 让人呼吸都带着白烟 李二旦看着女孩 不断地在沙发上哼记着 脸色苍白 看来是很痛苦 当下也有点急了 你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 我和你第一次见面 你竟然就对我斩尽杀绝 莫非你真的是罗生门的人 是又怎么样 你把我们的罗生门 搞成什么样子了 你心里有数 我要给我的同僚报仇 说完了 又一次攻击过来了 李二旦现在心里 更加关心的是 罗小小的安全 所以根本就不想恋战 看到对方再一次 攻击过来的时候 索性一把抓过了那一串佛珠来 手上用力 然后猛然用力一扯 只听到卡擦一声 这一串珠子就直接碎裂 啪啪啪的珠子 全都落在地上 一颗一颗的 全都变成了碎墨子 而那颗骷髅头的珠串 也是直接砸在地 瞬间成了一滩血红色的雾气 直接消失不见了 老头心疼的 差点没晕死过去 这可是他修炼多年的宝贝 积攒了日月和灵气的精华 谁知道 竟然被李二旦 这么一下子就全都给毁掉了 简直是是可忍熟不可忍 他愤怒地吼道 李二旦 你给我 冲过去从后面 想要扣住他的脖子 直接累死算了 可是谁知道 还没碰到他的脖子们 就感觉到了一阵滚烫的气息 他的手指头像是碰到了 烧燃了的铁水一样 烫得他亮翘了几步 只能缩回来手 他像是见鬼了一样 看着李二旦 李二旦对他呲牙一笑 咋地 干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知道你是嫉妒我长得帅 其实也不用如此 这个人开口就要骂人 可是没忍住 直接一口血吐出来了 哇的一声 鲜血落在地上 他差点跪在地上 练习了几十年的修为 差点没直接当众出丑 李二旦比传说中更加难对付 当初别人说的时候 他是对这个人不屑一顾的 算个屁呀 老子一拳都过去 你就要升天了 谁想到这次吃了大亏 他回头对孙东昌道 这个人太难对付了 我回去找救兵 马上回来了 大师 你怎么这样就走了 我儿子的病怎么办 回头再说 一会就返回了 这位大师也飞快地跑掉了 头也不回 样子非常狼狈 孙东昌怒视着李二旦 这下子好了 唯一能救我儿子的大夫都走了 我儿子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我一定和你拼命 那个人下手如此狠毒 你还相信他是一个神医吗 我看多半是一个骗子 骗子 哪有这么厉害的骗子 李二旦不说话 拉起了昏迷过去的罗小小来 在他的眉心 太阳穴各自扎了一阵 速度飞快 之后 手上按住他的心口 李面的的力道猛地冲进去 他猛然哆嗦着睁开眼睛 先是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然后就要呕吐 可是被李二旦按住了心口 忍着点 不要吐出来 真吐了 可能会重伤的 我都就不了你 说这话 把自己的真气 一股脑地 直接打进了他的心口 他终于忍耐回去了 一边的孙东昌惊呆了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一样的 我的儿子也是要吐血的 李二旦回头道 两人的病情是一样的吧 正是这样 这位高人是我找来的 想要给我儿子治病 我来看看你儿子吧 在这里吗 在隔壁房间 李二旦道 行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瞧瞧去 说着就走过去了 罗小小咬着牙说道 不要救他 他是我家的仇人 你想不想解决问题 愿意不愿意相信我 那就安静地 等我一段时间 我会帮你解决 所有的疑问的 罗小小犹豫着点点头 算了 还是再等等吧 李二旦到了隔壁房间 看到了一个蓝色发青的小伙子 拉起手腕来看看 二话不说 直接扯开了他的衣服 在他的心口位置下针 又在肋骨 丹田的部位接连下针 他的身上转瞬就密密麻麻地扎了一大片了 同一个人下毒的 挟毒是一样的 但是罗小小的毒性比较轻一点 但是你儿子是很重的 所以要经历的痛苦要大一些 短时间内可能醒不过来 不过有我这个高手在 绝对没问题的 相信我吧 爱什么叫做同一个人下毒的 这什么话 我儿子是这个罗小小下毒害的 难道罗小小会自己给自己下毒吗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这根本不对劲 李二旦道 罗小小被人坑了 根本不是给你儿子下毒的人 有人利用了你们两家的矛盾 想要吃两头 所以我才过来的 不光是孙东昌 身后的罗小小也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完全反应不过来 李二旦 你根本没见过我父母 也没有经过这些事情 你怎么知道是有人想要吃两头 而且之前是你说是我师父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李二旦道 没错应该是这样的 不信你问问孙东昌 他们没有害死你爹妈吧 孙东昌赶紧否认 表示没做过 我承认我们在做生意上面 遇到了很多事情 也有矛盾 我们打官司也是剑拔弩张的 但是我保证 我们也有伤害过你的家人 我没有必要害死他们 我父母是因为要赔钱 所以自杀的 你错了 孙东昌道 我之前已经给你父母打电话了 说是我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欠一行的钱 我帮忙他们申请延期 只要他们不再弄 那个口服业的生意了 我就不会让他们的生意破产 可是谁知道 当时他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当天晚上就自杀了 孙东昌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悲剧 他赶紧就找了罗小小 安慰了他一番 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全都是说了一遍 还说婚期一样 愿意照顾老朋友的女儿 愿意让儿子和他结婚 但是当时罗小小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头脑 本来人家是好意 可是谁知道 好心被误解了 让罗小小以为对方是斩尽杀绝 他才听信了师父的话 在订婚那天动手 可是是实际上真正动手的人 就是他的师父 这个人挑起了你们两家的纷争 让你们两方面反目成仇 都以为对方要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其实根本就是假的 不会的 根本不可能 李二旦道 我刚才给你耗卖过了 你身上的邪毒 根本没办法传播出去 也没办法动手 只能困在你的身上 你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那么为什么你师父那么说呢 他是个高人 竟然这样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 唯一的可能 就是故意瞒着你了 要是我所猜的不错 刚才跑了的那个大师 也是和他一起的 都是罗生门的人 招摇撞骗 徒财害命的混蛋 因为李二旦刚才和那个大师交手 发现他的打法 和打入他的身体的邪气的打法 是一个性质的 不如你招呼你的师父 过来大家对质一下吧 罗小小和孙东昌 两人互相看看 面面相去 虽然两家有仇恨 可是现在一家父母双亡 一家儿子差点死了 都有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 李二旦道 具体是怎样的 你们还要自己去调查 但是我觉得 先要找你的师父 问问清楚才行 因为这个人可能是知道 整个事情的关键的 而且可能一直在害你们 罗小小咬唇不语 一开始和李二旦打赌的时候 还认定了 不可能是师父 可是现在有点不知道了 我打个电话 让师父过来 罗小小拿起了手机来 打电话给他师父 谁知道下一秒钟 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房间里面 竟然响起了师父的手机铃声 虽然只是响了一瞬间就消失了 可是已经足够让人毛骨悚然了 我的师父就在这里 许 李二旦四面看看 挺牛逼啊 藏到这里来了 不知道是跟着你来的 还是一直在这里的 总之不是干好事的 大概是想要干掉孙家人 然后摔锅给你 让你死了之后 两家人就全没了 就可以完全继承家产了吧 这一笔账算得真明白啊 寻着手机的方向 李二旦走过去了 孙东昌才是最愤怒的一个 四面看看 抓起了一边的一个高尔夫球棍 跟上去了 李二旦说道 老爷子你身体挺不错呀 竟然还在用高尔夫球棍子 显然也是跟着大家一起玩 那个洋玩意了 我不玩高尔夫 好玩吗 孙东昌有些发愣 疑惑地看着李二旦 这小子怎么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有心思想 这些没用的 不过也没时间说这个问题了 因为对面的那个柜子 已经明显地动了动 有人在里面 藏着是一定的 而且在里面呼吸的声音 都非常的清晰 李二旦和孙东昌互相看看 身后的罗小小紧张得不行 刚要说话 被李二旦给按住了手 被他摆摆手 不准他说话 他点点头 再说话了 三个人的眼睛 一直看着那个柜子 枝嘎 柜子被打开了 一片灰色的烟雾 从里面冲出来了 紧接着一个黑影 从里面窜出来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 身材有些矮胖 五官一般 像是在脸上挂了一层江湖一样 态度非常冷漠 只有一双眼睛 像是老鹰一样 非常的吓人 罗小小惊叫道 师父 真的是你 那个男人并不理会罗小小 现在已经暴露了身份了 还有什么必要认 他这个傻瓜徒弟 师父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你是不是啥 李二旦说道 这个老东西 害死了你的父母 还害点害死了孙东昌的儿子 让你们两家反目成仇 他以后不是你的师父 而是你的仇家呀 厉害跟着他和颜悦色的 莫非是吃错药了 罗小小眼泪 当时就掉下来了 难以相信 怎么会这样呢 师父 我从小就跟着你 你为什么这样 我是罗生门的人 当然是要为了罗生门做事情 可是我的家人 从来没有和罗生门有过任何矛盾 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男人冷笑道 这还不容易理解吗 因为你有钱啊 你家和孙家都有钱 只要能把你们搞定了 我们罗生门就可以好好发展了 他当时就大哭起来了 因为敬佩师父 所以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师父学艺 学艺 他一直很好的 从来没有的时候 谁知道竟然会变成这样 他是真的不甘心啊 可是不管对他的感情多深 都没有意思了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他也明白 只是心情无比复杂 李二旦看着男人 你是什么人 和刚才的那位大师是一伙的吧 是有如何 我和大师是师兄弟 我叫做杨琪 他叫做杨光 哦 还挺会起名的 不过看着就是一队人渣呀 为了钱 不把任命当回事 真是无耻 杨琪并不在乎他说什么 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扔了 紧接着 就攥紧了拳头 晃晃脑袋 显然是在进行决战前的准备工作了 李二旦一直在观察着他 知道对方要行动了 便说道 你们都后退 我来对付他 呵呵 不用紧张这些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今天就全都给死在这里 说着他就冲过来了 像是一只凶狠的野兽一样嘛 猛扑过来 李二旦知道对方很厉害 可是他这么一下子 带着一股强烈的杀意 还是吓了一跳 行啊 这老东西有几把刷子 他赶紧冲过去 看到他的两掌张开 冲过去 两掌接了他一掌 碰 一声倾向 两人一起后退了几步 都在心里面说 厉害 高手啊 李二旦没有使出全力来 杨琪也只是用了四五分力道 可是已经全都发现对方并不是好热的了 不意外的话 今天这就是一场恶战了 只能往前面冲 绝对不可以后退 他想到这里就直接扑过去 继续对打 李二旦和他对战了三十多掌 对方的厉害就是快 可以说是这一掌还没有结束 狭一掌就到了 若是换作别人 估计脑袋早就被拍烂了 可是偏偏李二旦看着 好像是很细血的一个人 像是很容易就可以被对方打扮 但是几十下打过去 还是达不到 杨琪这样的招数 就是在短时间内将对方置于死地 要是不能很快干掉对方 就有点发怵 非常紧张 他很想在短时间内弄死李二旦 可是也知道根本不可能 列二旦的内力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他加大力道 增加速度 可是李二旦也马上内力跟着上升 速度也跟着快起来 李二旦永远保持着 比杨琪稍微差一点的样子 但是却又永远没办法战胜他 这让杨琪彻底的烦了 这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要是不计快离开 被围攻就不好了 他想到这里准备下杀招 他的袖子猛地一摔 灰色的烟雾扑面来 李二旦一直紧紧地盯着他呢 看到这家伙竟然使坏了 赶紧平住呼吸 一手抓住了孙东昌 一手抓住了罗小小 纵身一跃 把两拨人直接甩了出去了 这两人飞快地被摔在了地上 差点没被过气去 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两人都是半天都站不起来 李二旦却已经和对方打起来了 对方不断地从手里面 洒出来灰色的烟雾 李二旦像是一只灵巧的小鸟 不断地穿梭着 一片片的灰色的烟雾 在空气中散播着 孙东昌和罗小小 都闻到一股紫茉莉花的味道 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都感觉到了疼痛的不行 李二旦回头喊道 开窗户开门 不要开空调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反正现在李二旦说什么 就听什么好了 大门打开了 那骨子味道也渐渐地消失了 对方看到李二旦 一直处于被动的防守阶段 但是还是没办法对付他 他完全不倒 加上毒烟也一样不行 就知道没用了 便停止了攻击 跳到了一边 两人虽然打斗的时间不长 可是全都是用了内力在斗 用的也都是八分力道之上 所以两人都很疲惫 站在那边不断地喘息着 你是李二旦 真的厉害 我没见过你这么有本事的人 佩服佩服 李二旦道 你还真是够狠毒的 用这样的毒物来攻击我 这样的毒烟 要是呼吸进去了 就会让人精神错乱出现幻觉 在打斗的时候 稍微不小心 可能就会直接精神错乱而死 你当真是过分啊 各位粉丝朋友们好 如果觉得李二旦的故事精彩 就请为小编点点赞 表示支持 小编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更新最精彩的故事 要想继续精彩 请按照标题顺序 开启下一集